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各位 我相信我隔壁的位置很多人都認識 就是我們大家都稱呼為梁大師Lui Lui就是我的舊同事 他也是業餘的風水師 所以他對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 今天他會跟大家說2024年農年的風水運程 Lui有什麼想說 首先還未進入正題之前 在這裏要多謝黎教授 DF王安排這個講座 也要多謝各位抽這段時間出來聽我發聲 另外我稍後講的會盡量精簡和切要 詳細一些我會陸續把我所講的詳細資料 寫上我的Facebook和微信帳號 就是梁日榮志 風水自然 所以大家聽完如果還有興趣想知道更多的 就可以上這兩個帳戶看看 事不宜遲 那我就開始 因為有很多老友都問我 他們說可不可以代轉給梁大師知道 一些問題 我收集了一些問題 那我今天就會逐一逐個問 Lui Lui第一個問題想問你 大家都知道我們2024已經踏入了九運 那九運和以前的八運 究竟在世界的時局中有什麼不同呢 有什麼改變呢 九運和八運的分別其實是很大的 今年2024年是下元九運的第一年 不過其實由一個元運轉入另一個元運 就不同 就是打燈制 一按就開 一按就關 而是漸進式 其實我們已經是進入了九運 就是受九運的氣數所影響 八運就是一個物質昌盛 什麼物質昌盛呢 其實在這個運裡面 那些人就講究物質 目標清晰 做事的行為是很實在的 所有的人與人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什麼呢 拿銀 還有還有一件 如果你有我沒有我強你弱 我就搶你的 政治上是這樣 經濟上也是這樣 所以在八運裡面 所有的物質 有代表性的物質 比如樓價 越升越有 長升長有 於是就造成了一個錯誤觀念 以為樓價只會升 不會跌 如果有任何回潮 都是一個入市機會 但是在九運裡面就不是了 九運就是一個精神文明運 在九運 講究形而上 眼看不到 手摸不到 神不守 行為飄忽的一個運 在一個當運的地方 譬如像中國那樣 那些人做事 往往會有神來之筆 但是在一個失運的地方 譬如像美國那樣 可能會行事失據 情緒化 甚至有神經失常的情況出現 OK 那踏入了2024 農年 那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譬如現在國際上 地區上 甚至香港來講 究竟你有什麼運程 有什麼看法 還有什麼預測 有的 看到很多象 不過不僅僅局限在2024 或者在講2024之前 我想再講多一點 在九運裏面會發生的事情 首先第一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觀念 樓價永遠只有升不無跌 第二 在九運裏面 有三件大事 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到我們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兩岸復合 兩岸復合會發生很大機會 就在2027年開始 台灣人說 不如大家坐下談談 到2032成事 如果2027不成事的話 就會到203年開始談 就在2035成事了 我之前說 蔡英文一定會連任 賴清德一定會當選 很多朋友都聽我說過 原因就是 只有這兩位人士當選 台灣的情況 才會比現在更差 台灣的情況越差 複合的機會越大 第二件事 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意識到 而我突然看到一個象 就是沖繩回歸 回歸中國 沖繩回歸中國的時間 應該會是2038年 第三件事 可能大家會比較關注 就是中美中西會有一次熱武器的戰爭 我最初看到這個象的時候 我打算可能會在南海發生 因為在南海 美國和他的追隨者 不斷派戰艦去 在那邊巡來巡去 但是我再清楚一點 再看看這個象的時候 我發覺應該會在東海發生 在東海發生的原因可能就是 第一 就是因為沖繩 表示了要回歸 於是日本就很不高興了 於是就藉著 如果美國真的和中國可以戰的話 他們可能拿到一些好處 第二 就是從美國方面 可能覺得 日本的基地很近 補給容易 後期補給容易 勝算就高了 還有美國人應該覺得 現在呢 到時候如果不打 就沒有機會打了 於是呢 在2038這一場 中美的熱武器戰爭之後 這個以美國為首的集團 就復甦 搞少了很多破壞的動作 全世界就開始有紀律 傳統的道德觀念 人而禮自信 這些都開始回來了 這些人做事就有規有矩一點 九運是一個中女運 即是說 在未來這十幾二十年裏面 會越來越多女性坐上高管的位置 第二件事就是 全世界呢 全世界呢 就會有一個制度上 因為它有精神文明運 有一個制度上的改變 這個包括在中國 中國呢 和美國呢 會在這段時間裏面 就出現 第一位女領導 美國的女領導 就快點出現 中共的女領導 就要去到2032年才會見到 國際形勢 Louis說了 或者對我們撤身關係的 就是我們投資方面 究竟在2024打後 我們那個投資方向 哪一樣東西 投資是更有潛力呢 或者哪一樣投資 我們應該是避開的呢 在九運裡面呢 潮流流行的就是一些 眼看不到 手摸不到的東西 虛無飄渺的東西 那現在呢 我就真的 未曾抓得到那個象 究竟投資在什麼東西 會比較好 但是2024年呢 就 因為整個國際環境 都非常波動 那這個 那五個大經濟體呢 就是美國 中國 東南亞 南美洲 這個歐洲 連中東 這幾個大經濟體呢 都 粒粒亂 那所以呢 就整個形勢 特別在經濟投資領域裡面呢 是非常波動 不過在這個波動情況裡面呢 在香港人來說 都有兩樣東西可以考慮的 第一個呢 就是 債券 或者是債券的基金 因為他們都可以投資 就是在投資上面 都可以提供一個 比較穩定的收入 第二呢 就是外幣了 今年呢 可以看到呢 就是 我看到一個像 就是應該 美元會跌的 而且下跌的幅度 都會很厲害 那 那 而 下跌的幅度大 於是呢 其他的外幣呢 就會升值 在外幣升值的裡面呢 人民幣呢 就一向來講 其實都相對其他外幣呢 那個升跌呢 都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在今年裡面呢 人民幣都會升 因為中國經濟 雖然說是艱苦 但是其實呢 都是有一個很平穩的上升 但是如果比其他的外幣來講呢 那個升幅就比較小一點 那 就是比加拿大 澳洲 和紐西蘭 那 這幾隻貨幣來講呢 就 那個 升幅呢 人民幣會比較少一點 那 在這麼多隻外幣裡面來講呢 這個 其實澳子呢 就的升幅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的 OK 那 投資你講了 那另外一個設新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旅遊了 那 因為很多 我們這幫同齊呢 都很喜歡去外地玩一下的 那有什麼地方呢 在2024呢 就是我們應該要去的 安全一些的 也有什麼地方呢 危險性是高一些的呢 那 那 今年來講呢 就 危險的 首先 大家都很清楚了 因為其實 2023年呢 中東 歐洲 都犯了一個殺 那 在2024年這個殺 更重一點 再重一點 那 這個區別了 不要去啦 因為大家其實都看到 打仗很亂 那 那 中東的戰爭 巴爾戰爭呢 就 我看到一個像 應該呢 在這個醜月 就是 2月4日 立春前呢 就應該大家會坐下來 很認真地談 怎樣去和解 如果這個和解 即是 不發生的話 那就可能要去到 2024的 過了 十月了 那 所以這個區別去啦 第二個區域呢 就是 東南亞 南亞 和中國的南部 那 但是呢 這個大區域呢 如果大家 很興趣想去的話呢 如果選擇一個好日子 出發呢 我覺得其實都不用太擔心的 那 就 2024年呢 就 地殼受到那個地震升的影響 那 所以呢 如果 各位想準備去的地方 是 在地震帶裡面呢 那 就要 小心點 那些預防措施要做足 什麼都好 以安全為償 另外呢 進入了九雲之後呢 那個火山 那個活躍程度呢 會 會恢復的 會加劇的 那 所以 如果你們去的地方 是有火山的話呢 那些安全措施 都是要做足 那 跟著想問一下呢 就是說 關於2024年 農年了 農年呢 很多老友都很擔心 或者很關注自己的生肖 究竟是不是 當王啊 還是有什麼小人要避 那 那 你在農年的生肖 你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呢 嗯 其實 我一向呢 就都不太 覺得 就是 說生肖 有什麼需要的 不過呢 如果說榴年 又不說生肖 就給人一種感覺 好像總是差一點點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說榴年生肖 呢 只是把那個四處八字裡面的 年柱裡面的那個年資 就跟那個當年的太歲 交錯而得出來的效果 對人的影響 那 他一說 說一些 就是和複的事情 那麼 那個比例上呢 最多最多 只是佔百分之一 其實如果以複式計算呢 就沒有百分之一的 那 所以就是說 如果一會兒看到 啊 自己和 太歲相合 其實就不用太高興了 哇 自己犯太歲 衝太歲 那其實也不需要太擔心 就 就是 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我覺得 都應該用一種 茶餘飯後 傾行計的角度 那他看就會好一點 那麼 那在農年 2024年裡面呢 十二生肖裡面呢 最好的呢 就應該算是熟蛇 還有熟蛇這兩類人的了 那 因為這兩類人裡面呢 我幫他們 起了兩支掛 那掛像也不錯 那麼 那在他們的命功裡面呢 那 那些 熟蛇熟 這兩類人呢 那個 那個 殺星有少少 但是不多 但是吉星呢 就比例上是多的 而且那些吉星呢 都是 這個 威力強大的那些吉星來的 那所以這兩類人 比較好 那麼好的東西呢 就其實不用說那麼多了 知道好就算了 因為到時到後呢 那些好的東西發生 那麼 那個開心程度更高些 那麼不好的呢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有幾類 熟龍 梵太歲 熟狗 蔥太歲 這個 熟牛 熟羊 營太歲 還有一類呢 就是 在算命裡面 來講呢 叫做傷害 和太歲的傷害 這個就是熟兔的 那熟兔的人呢 就去年犯太歲 那麼今年以為 咦 賣掉了太歲 要好一點 那麼原來呢 在熟兔的人呢 的命功裡面呢 一顆吉星都沒有 那所以呢 就變成了做事都仍然要 小心一點 步步為營會好一點 那熟龍的人呢 你也要犯太歲 如果犯太歲 如果犯太歲 不論你犯得輕 或者重 都要 不多不少 健康 都會受一些影響的 那所以呢 就 熟龍 熟狗 這些人呢 都要多點注意健康 病重淺中醫 那熟龍的人呢 就有一點 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就是 一些比較尖的 金屬 比如刀啊 叉啊 你盡量 就是你處理它 碰它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一些會動的金屬 就是這個機器啊 包括了車啊 那也都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真的 比如出外旅行 要坐長程車 那這些保險措施呢 就最好做足了 那熟狗的人呢 因為今年沖泰稅 那沖泰稅呢 就會有一個特性呢 就是 會有些特殊變動 特殊變動呢 就可能包括 比如轉公司啊 轉職位啊 搬屋啊 或者是去多了旅行啊 那這樣 那如果是有這些事情 自以然然發生的話呢 就順其自然去做 但是就不要特地做 由於順其自然做呢 就也都不用太擔心去變 但是如果特地去做的話呢 就那個效果可能會 就是會 就是負面的機會大的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就是今年整個投資環境呢 都是比較波動 難掌握 熟狗的人呢 就更加不要碰了 已經做開的 比如MPF 這些基金投資了 就放低在那裡 就算跌了價也不要動它了 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就會好些 熟牛的人呢 就那個 煩太歲 煩得比較輕 只是 就是小心點 這個言行舉止 因為比較容易招惹是非 那這個熟羊的 那個程度更加輕 那 那 有幾類人呢 就會 就是 就是 在這個 十二支 十二地支裡面 就叫做 合太歲 合得最好的就是那個雞 不過雞呢 就因為合太歲 合太歲有個現象 就會應酬多了 社交活動頻繁了 於是喝喝吃吃 說的話多了 那你小心了 說的話 言行舉止呢 就要特別留意 特別是如果牽涉到性方面的人 如果不是一個不小心 就犯了一個桃花殺 那就麻煩 另外呢 就是這個 屬猴和屬鼠的人呢 都是合太歲的 合太歲呢 就是新枝舊魚 新朋友 舊朋友都走出來 多了社交 也要留意 飲喝吃吃 健康方面的問題 那 如果犯太歲的幾類人 如果你擔心 如果你想說 有什麼方法去化解呢 那屬套的人呢 就可以買一隻 銀造的 立體老鼠 貼身帶著 用銀鏈 金鏈或者白金鏈都可以 如果不喜歡金屬鏈 用繩子的話 就要避開紅色和紫色的繩子 就要避開紅色和紫色的繩子 那詳細的情形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話呢 那我陸續會把那些詳細的資料呢 包括我出來的掛 掛像顯示這些人 那個 在2024年的運程 會有什麼遇到 有什麼避忌呢 可以上我Facebook 詳細看 農年的生肆說了 那 Louie越說了我就越害怕 因為為什麼呢 我是熟龍的 那今年犯太歲 那 我去找黎太太去掃一掃太歲 另外聽Louie說 可能找一隻雞掛下 不過我怕黎太太不喜歡 然後我們轉到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 年尾大掃除 大家都很關心的 那究竟 什麼日子 做大掃除最好呢 時間是什麼 時辰最適合呢 還有呢 還有呢 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或者Louie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大掃除呢 如果大家 錯過了 這個1月1號 那個好日子的話呢 到年尾 都想做一做大掃除的話呢 為什麼要做大掃除呢 因為呢 一年下來 不多不少 不小心 都在家裡 積聚了一些 殺氣病氣 冤氣 悔氣 悔氣 所以利用到年尾 清洗一下 令到新幾年 有個比較健康一些 充滿正能量的開始 所以就做一次大掃除 清洗這些積聚了的負能量 可以利用這個2月9號連30晚 或者1月27號 如果這兩天都不方便 因為工作上 或者生活作息上 都不方便的話呢 其實呢 只要避開1月25號 26號 2月7號 8號 其餘的日子呢 就都可以做大掃除的 那做大掃除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就 你買好一些樓柚葉 黃皮葉 黃皮葉就不容易買的 不過到年尾 就會多了 因為花檔會有得賣 但是呢 如果穩陣一點 還是事前問定 哪一個花檔有黃皮葉賣 那你用熱的樓柚葉黃皮葉水 就把整間屋洗擦乾淨 那麼 洗得越全面 越徹底 就當然越好 但是有幾樣東西呢 就 基本上一定要洗 洗擦的了 就 這個床 如果有書桌 就書桌 就書桌 所有的門 廚房、廁所 這幾樣 還有就是 如果有家裡 有放吹吉化煞 那些佈局的風水物件的話 放了風水物件的地方 就洗抹一下 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 如果年初做了祈臣、祝福、許願那些 或者涉太歲那些 年尾就要還神的 還神的 就要在2月4日立春之前 就不要等到去年三十晚才做 在2月4日立春之前就應該要做的了 那團連飯 這個還神的日子呢 就要避開2月3日 1日 1月27日 20日 和15日 其他日子呢 就 因應你們自己的工作 和生活作息的時間去做就可以了 團連飯的時間呢 可以用2月9日 星期五連三十晚 那這天呢 就熟雞的就不太對的 2月6日 星期二 熟馬的人就不太對 2月5日 星期一 就熟蛇的 不太對 2月4日 星期日 熟龍的就不太對 2月2日 星期五 熟虎的就不太對 1月31日 星期三 這個熟鼠的就不太對 1月30日 星期二 熟豬的就不太用 1月28日 星期日 這個熟雞的就不太用 1月27日 星期六 熟猴的就不太用 那麼 另外一件呢 就 如果有些人家裡 還可能安有造軍 那麼 每一年呢 就在造軍 登天去述職之前呢 就要 就要 為他擺一個 這個 這個 搭謝宴 謝祖 謝祖呢 就應該 本來呢 就應該在 2月2日 和3日 這兩天做 但是2月3日 這個日子 就不適合做這件事 那麼 所以呢 所有的人 都應該在2月2日 做這個 謝祖了 除了年尾 還臣 大掃除之外呢 那大家都關心的就是 好了 過了年了 年頭 我們可能要 有些人 可能要求神祈福啊 有些可能要擇日 開工啊 店頭開業啊 之類之類 好了 那麼 在擇日方面 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或者哪一天 我們特別要留意 避開他 還是怎樣的呢 這樣 劉威太 可不可以說說 很多人會在年初一 做一個動作 迎神 迎接貴神 財神 喜神 這樣 因為 一年的第一天 你接到這些貴神 財神 那個效力 效果 會比其他日子 好些 所以很多人都會做這件事 迎接貴神 應該在2月10日 即是甲晨年的第一天 年初一 迎接貴神 做什麼呢 以增強工作上的優勢 辦事的效率 得到貴人扶持 對吧 你可以在早上1點半 至到3點15分 這段時間 就向西南方上鄉一敗 向西南方上鄉一敗 向西南方上鄉一敗 如果在這段時間裡 能夠找到一段路 一段直路 是向西南方走的 那就是走一段路 這段路越長越好 那效力 就比在家裡 向西南方上鄉 那個力會再大一點 不過要留意 如果你選擇是走一段路的話 要記住 走這段路之前 和之後 都要有一個比較清晰 明確的程度 就是你站定定 三幾分鐘 然後才開始走 走完這段路 要轉彎一下的時候 又站定定 三兩分鐘 然後才轉彎一下 這個就是刑貴臣 刑喜臣 刑喜臣 就 單身的人士 想找一個伴侶 或者已經結婚的 尤其是女性 如果想有喜臣 就可以在年初一去刑喜臣 刑喜臣 可以在早上3點30分 到5點15分 向東北方上鄉一拜 或者在這段時間之內 又是找了一段路 一段直路 向東北方走一段路 也要留意 走這段路之前 和之後 要確保有一個明顯的停頓 這個 今年年初一 是一個叫無六日 即是福祿受的六 無六日 於是沒有財神迎接 只得貴神和喜臣 但是剛才所說的時間 如果有人覺得 半夜三更 不是很方便 如果不是太執著 不是要求太高 也可以考慮以下的時間 一起做 這個就是 2月9日 即是年三日晚上 11點30分 到早上11點 即是晚上11點半 到地上11點 或者是到下午1點半 到3點15分 或者到旁晚5點30分 到7點15分 這些都是吉時 在這段時間 一起做 迎接貴神和喜臣 如果有些人 傳統上 會在年初二做開年 不過今年年初二的日子 就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想做開年 應該在年初一 夜晚 年初一夜晚的 九點半 到 11點30分 這段時間做 那麼 這個開年飯 就可以在 早上11點半 到3點30分 這段時間 或者如果晚飯 的話 就在5點半 到7點30分 這段時間 去吃 那麼開工日子 即是過了 這個春節之後 開工 想找個好一點的日子 開工的話 就可以用以下的日子 如果那些 不是一定放公眾假期 而在公眾假期 裡面都要上班 那你可以用 年初三 一年初三 是一個相當好的日子 雖然那天 仍然還是公眾假期 如果那天要上班 如果你用那天去開工 就挺好的 那這個時間 應該是 如果比較好的時間 就是9點半 到11點3 或者其實 由11點 到到 11點後 到這個 3點3 這段時間 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是熟暑的人 就不適合 年初四 仍然是假期 不過都可以用 最好的時間 就是11點半 到這個 1點3的時間 或者早上 一路到下午的 3點3 都可以 不過這一天 對於熟牛的人 就不太適合 年初六 最好的時間 是11點半 到3點3 早上 到3點3 之前 都是好的 但是熟兔的人 就不太適合 年初七 最好的時間 就是 1點半 到3點3 的時間 或者 其實早上 9點半 到3點3 都好的 但是 不利 熟龍的人 新十二 可以用 18日 如果那些 假期都要開工 那些 就可以用 這一天 最好的時間 就是 早上 9點半 到11點3 不過 其實 早上 11點3 之前 都可以 但熟馬的人 就不太適合 可以 新十二 最好的時間 就是 1點半 到3點3 但是 這一天 對熟雞的人 就不太適合 那麼 新春 如果有新春團拜 那些 就可以用以上的日子 也可以用以上的時間 去做 那麼 新春 就會有些人 會想去 神前 作福許願 譬如說 如果想做這件事 其實在2月4日 立春之後 就可以做 就不一定等到過年 做了這件事 可以保有一年的平安 幸福富裕 那要做 只要避開以下的日子 就是2月14日 年初5 19日 20日 年初10 新11 那其餘的日子 你就可以 根據你自己的工作 生活 作息的時間 去做 就可以了 不過 公眾假期 那天應該就不用上班 那 好了 講完那個 時辰吉日 那些事情之後 最後一個 問題 就是想問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每年那些 那些 方位 病灶 那些五王位 那些 都會變化的 那 在農年來講 那究竟有哪些 是吉位 哪些 是不好的位 要避開的呢 這樣 或者這裏 Louis有沒有話說呢 是 風水輪流轉 那 所以 每一年都會 每一個角落 都有吉星 殺星 下去的 那吉星 那些好的事情 其實就不用多說 因為等好東西 一直發生出來 到時 就更開心 那但是 殺星 就一定要做些事情 去化解 那個破壞力 那今年最要留意的 就是這個 西邊 正西方 正西方 就在那間奧裡面 究竟是 除了健康之外 有什麼其他影響呢 那這個就要看回那個 那間奧的局 那但是 不論那個局 怎樣都好 那間奧 其實就是每一個角落 其實相應 一個人 從頭殼頂到腳底 就是某些部位的 而正西方 它所相應的人體部位 就是 胸 肺 呼吸系統 皮膚病 女人病 和口 那所以呢 由11月開始 其實 其實 在2023年 正西方 都有殺到 那 那 但是呢 在2024年 這個殺谷的破壞力 就更加強 那所以呢 這個部位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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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啊 COVID 又會 又再次 再次 厲害 那 大家如果想化解 這個殺谷的 壞影響的話呢 可以在正西方 放一個 正方形 黑色的 陶瓷水缸 裡面 裝八成水 那 那 你可能問 要放多大 那 那 以前呢 就 香港是一個 地運的上升軌 呢 就不需要太大 都可以搞定 但是現在 因為 我講了很多年 香港的地運 去到2019年 年中 呢 就會有個急跌 跟著一個長時間的陰桿 那現在我們香港 已經入了這個 下降軌 進了下降軌 就應該好的東西 就沒有這麼好 應該壞的東西 再差點 那 那為了要抗能這個下降 那個 就是 紅樓這個勢呢 那我們所做的東西 所 那些化解的 擺的東西呢 就 如果能夠 盡大 可以有多大 就有多大 因為 那個 不是得與不行 那個問題 而是 那個力度有大 有小 夠不夠力的問題 那你在那裡擺了個 黑色水光 就 可以化解 一定程度上 那個殺的破壞力 那第二個位置呢 就要留意的 就是 正南方 正南方 相應 那個人的 眼 心 和血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 更糟的 就是 情緒 所以今年 因為這個違反殺 因為情緒違反殺 那些人呢 就算是一個 HAPPY GATHERING 裡面 那你突然間 可能覺得抑鬱 不開心 甚至想死 那 所以今年的自殺 個案 應該會更多 那些人做事呢 就會 流於衝動 會比較 你可能突然發脾氣 想找人斬 那麼 那麼 這個位置 要化解 要化解 破壞力 你可以在 這個位置 正南方 擺 一個 正方形 黑色的 陶瓷水缸 裡面 裝八成水 那麼 那個大小 能夠容納得多大呢 就盡量大 尤其是 就是剛才我說的 正西方 正南方 如果你的床頭 是落在這個位置 或者這個門口 是在這個位置 或者你的廚房 廁所 你經常動的地方 是落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更加要 就是 要考慮去擺 這個化殺的 這件事 因為 因為殺 而靜不而動 動必有夠 有夠的意思 就是說 你一定會 穿 第三個位置 要處理的 就是 東南方 東南方 就是 在一個人的身體 的部位 就是 腰和筋 如果我們走山 那些 就比較容易 扭傷 這樣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 擺一個大銅錢 大銅錢 就是中間 有個四方洞 那種 還有就是 金光閃閃的那種 因為有些銅錢 會做到 就是 有些黑底 金色面 黑色底 就是 金黑 一起 那麼 力度 稍微 弱一點 如果全金的 力度 稍微 大一點 那又是 如果你可以擺得多大 你可以接受到多大 就擺到盡大 OK 那今天呢 就是大家 提出來的問題 都問了 那麼 Louis 就很感謝 Louis 能夠 將他 平身所學 說出來 那麼 希望大家 從中 可以得益 可以 趨吉避空 好 多謝